李若彤,劉青雲和林峰 這天就一起出席2019電影巡禮 他們合作的新片《神探大戰》題材大膽 青雲歌在戲裡面還被人形容是怪物 難怪當時一答應就立刻想反悔 是的,因為我很理解 美教會導演的優勢 肯定是一個不簡單的 還有想像以外的東西 一個肯定是 其實開玩笑其實沒有後果是哭了一天 可是真的拍的時候 真的跟想像一樣 我真的發現自己是 為什麼韋哲飛導演找我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知道我能演 其實我也非常配合 我本來就是拍這種類型 我看他很享受的 是嗎? 是,你不享受,他很享受 我們都很享受 他也拍得很享受 我們都很享受 同場還有很久沒有在香港拍戲的齊庭峰 他在新戲《路火》裡面 就跟殷志丹有不少對打場面 其實都是一直等待一部 我覺得想拍的電影 或者那個劇本 是觸動到我的 尤其是跟Danny合作 因為導演我們真的 很多年 上一次就是《少林子》 是的,《少林子》 《少林子》 《少林子》之前我們還有幾部 有新的故事 《特警生人類》 所以很期待再合作 而趙薇和金馬獎最佳編劇 李飛就一起合作 另一套新片《兩隻老虎》 趙薇除了是女主角 還擔任電影的監製 因為這個劇本也是導演寫了兩年 才寫完的一個劇本 我們一直在內地拍戲比較多 我覺得這個劇本的風格 和故事的話 就是在內地電影裡面 它也有很大的一個特殊性 很有自己的風格 很像一個有性格的人 所以我們就決定去做這個電影 表演出階段 是最大的… 最白零的故事 這裡胖是最中之的 所以我們在內地、